玉里派出所远景日前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有一辆违规红灯右转的轿车 不料坐在副驾驶座的庄性男子 他默默下车就随即拔腿狂奔 警方是本能反应也赶快受到追捕压制 细查发现这个见到警察就落跑的庄性男子 他是华联地检署发布通气犯 随即将他逮捕归案 前方轿车违规红灯右转被后方执行 巡逻勤务的派出所所长曾玉涵 远景李正如当场逮个正着 在引导驾驶停下车受捡之时 撇见副驾驶座一名男子默默飘走心机可疑 接着下一秒就拔腿狂奔 远景健壮也即刻手刀追捕 男子抵不过远景的百米速度 很快的在复国街口铁道旁被压制就范 此时该名男子向远景求饶 谎称是要跑去买玉里面 不过最后仍躲不过警察的法眼 乖乖被逮归归案 本所日前执行巡逻勿务时 于中华路及新兴街口 发现一部自小客车红灯右转 故上前予以难停 在盘查身份时 副驾驶坐乘客突然下车拔腿狂奔 同仁冲向前醉弃 并于新兴街旅赴国街口附近铁道旁 将其拦下 确认身份为违反森林法治通缉犯 警讯后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归案 玉里芬局长黄敬瑶肯定远景严正执法 打击罪犯的决心 同时也呼吁民众若遇不法之情事 请即刻拨打110报案专线 警民合作共同守护南花莲的治安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已经准备了 好